台东咖啡的产量高居全国第一 但知名度却远不及屏东云林等线 为了推广东部的咖啡 泰玛里地区农会 从11号开始一连两天 是在台东市的铁花新聚落 举办了有机有散咖啡行销推广活动 台东县长饶庆林也宣布会编列预算 补助农友出国参赛 借此来提升国际的能见度 农友端着自家咖啡积极推销 但是想要获得民众青睐 可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就可行的 要拿得出实力才能叫人幸福 而这实力不外乎就是参加比赛的得奖成绩 也因此每年的全国咖啡评鉴备受重视 想要取得全国赛门票 可要先通过地区选拔 所以我们今年8月份的评鉴 现在的评鉴就很重要 我们会非常公平公正的原则 今年台中办全国的咖啡 咖啡评鉴 那我们明年是主办 那我们是希望说把鱼花都纳进来 即将在8月登场的台东县区 在北市委全国咖啡评鉴的前哨站 但过往几年间没到了台风季节 台东多数咖啡产地受灾严重 再加上今年降雨少 农友们纷纷担忧产量与品质 因为我们也有做防台的工作 但是它因为真的风势太大了 现在是果肉在生长的时间 那你没有雨水的话以后 它的收成量可能也会减少 泰玛丽是台东咖啡最大产区 地区农会争取到明年全国赛事的举办权 除了是希望拓展能见度外 也借着良性竞争 累积种植经验 吸取新技术 而当前就盼台风天灾 别来搅局 继续上家会台东市报道